好 开始第二套流程 换上第二套服装 捅侠间之战 武器我换了一下 换上了四级武器 妙法千五村正 村正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刀匠 他们这一组做出来的这把村正刀 是非常的锋利 深受三合武士的喜爱 千五是千子的别名 因为他们村正一族的通称是千子村正 这个千五村正就是千子村正的别名 妙法这个东西就跟日联总有关了 这个我在下一关再说 因为下一关我也是用这把武器 为什么我突然间换上四级武器了 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够使用村正 看德川家康的机会 因为这个村正有这么一个 妖刀的传 妖刀村正的传说啊 说是这把刀 跟德川家有仇 怎么个有仇法呢 这个据传说啊 德川家康的爷爷 松平清康 被家臣斩杀的时候 那个家臣拿的就是村正刀 然后他父亲松平广中 被家臣刺杀时也是村正刀 他儿子松平信康 被下令切腹时 负责戒错的人拿的刀 也是村正刀 而且呢 在有一次是之前有乐斋 把一把由村正打造的一把枪 献给德川家康的时候 这德川家康啊 一不小心手划 这个手指就被这把枪给 划出了划出一道伤口 就流血 所以就因为这种种种 对德川家不利的事件 他就被冠上一个 被诅咒的妖刀 这么一个名字 但是这件事情传说 咱们先不论真伪 就算是真的啊 也没什么大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村正他们这一组啊 打造的刀确实是好啊 那么锋利三合人士都用他呀 换句话说 在当场的情况下 你不拿村正刀 哪有拿盾刀子杀人的 杀人肯定得拿锐利一点刀啊 所以 他们就算真的用的都是村正 那也不足为奇 所以我这次带这个把武器嘛 也就是想让 德川家康本人也尝尝 被这把刀砍的滋味 所以就带上了这一把 装备方面呢 我就把阴流之四换下了 带上了马鞍 因为这次拿五级武器呢 有一个地方是比较需要拼移动力的 虽然说没有这个马鞍 光靠用走的也是能够完成的 但是带这个马鞍 总归是方便点啊 再来说一下这个 拿这个武器武器的方法 首先是一上来这个攻击 金川家的前线的这个债的任务 必须完成 然后扫清 善诏寺寨敌兵的这个任务 需要失败 这个失败的方式分两种 第一种是很多攻略里都常着写的 要等这个羽柴秀吉败走 但是其实不光有这么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在这个任务发生之后 直接前往金川本镇 一样可以让这个任务失败 而且这么做应该还快一点 那么我这一次采用的就是 走直接冲金川本镇 不等这个羽柴秀吉败走 那么等这个任务失败了之后 会出现一个 要击破金川家主力武将的任务 在那个任务中 等敌方的军团长数量 只剩下两个或者以下的时候 而且我们这个玩家 距离金川军的本镇 有一定距离时 福布万丈会出现 准备刺杀金川一元 我们只要赶在他前面 接近金川一元 不让他得逞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武级武器的输送部队了 那么好 我们开始战斗 这个任务还是要成功的 不过这一次 我会连城里的据点和敌将 一块清掉 流程A我先走到揪金战 那么这个流程B 我就先打明海城 从流程的顺序来讲的话 肯定是走揪金战 更有力 但是没关系 有这点负 接下来 往下走 顺路 击脱 招比奈太潮 将来 私たちも行きましょう 然后再来打这边的焦金弹 这个任务是需要让他失败的 但是呢我这次不想让与柴秀吉败走 要想想让他在健在的情况下拿到5G武器 这次不想让与柴秀吉败的准备 这次不想让与柴秀吉败的准备 要游泳点以后递丁 这样这个任务就不会重新 要上马呢 然后直接走这条路 前往金川本阵 动作还是得快点 不然这个猴子会把这些敌人清光的 这样这个河流任务也一样是不大 接下来会接到击破金川军主力武将的任务 这里边是包含了叫川家康的 但是不会包含像本德中盛这样的副将 我现在看到这把刀 你怕不怕呀 当时呢按照老规矩 我还是会先杀副将 就会了 你需要一起去 我需要一大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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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还剩下两个军团长的时候 下一个任务就是不让被五半葬抢身 要在他之前接触到青春营 好 堵止了他在起伏 这样就会出现五级武器的输送部队 刚刚是只要在敌方金川长剩下两个人的情况 并且距离金川本镇有一定距离 不不半葬就会出现 我们的任务就是赶在他前面接触到的金川语言 好 拿到这个五级武器的输 拿到五级武器了 那边那个任务还没完成 过去把任务完成了 所以说呢 我记得很多攻略上都是都写的是 要等这个雨柴秀姬拜托 其实根本不用 进金川语言的这个本镇 一样能让这个任务失败 速度上呢还快得多 不用在那等 转换 关注 新日本武器的条件 写真 非常 teşekkür 满城 好 又只剩下金川语言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这个之前信长是靠着统下间的骑袭而移民的 但是这个拿这个武器 却需要让他的骑袭失败 这个设定也是让人比较不理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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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就这个C1 我要说一点 就是这招其实啊 是很容易被对方用翻滚躲开的 还就像这样 所以呢 他这招还真的只能对内心 本身没有回避动作这个魔祖的这些敌架 不用 否则都不好 那跟伴障那个不一样 没伴障的东西 啊 敵打la 敵城 撃取ун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骑袭失败 然后去拿五级武器的这么一个流程 这把就是之前新常的五级武器了 在五级武器当中比较的话 他这把算是 反正不是第一梯一梯队 也不是最弱的那一梯 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 好 那么在这之后还会补上一个小剧情 就是让福布伴藏去刺杀信 刺杀那个议员成功的 就是说我们不去阻止 让福布伴藏去刺杀议员的这么一个小剧情 接下来展示一下 如果不管福布伴藏 让他去刺杀金春议员之后会发生的剧情 另外说一下 在这个任务中 如果直接击破福布伴藏 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这样做是拿不到五级武器 这样金春议员就会复生 福布伴藏依然会直接撤退 你可以看到金春议员这边 是能显示掉了一节血的 好 这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